下面一个重点词汇就是一个副词 叫不知怎么搞的 不知什么原因就如何如何了 我们跟老师还是大声读下 Somehow 注意中文 在第一个音节再来一遍 Somehow 不知怎么搞的 不知什么原因就怎么怎么样了 出于未知的原因 这个副词用的特别多 咱们听一个片段 这是在我博客里面给大家推荐过的一个大篇 叫医院清单 The Bucket List 就Morgan Freeman和Jack Nicholson 两个老戏鼓演的这么一个 我们把这片段先听听看 看能不能当听了练习 听懂一个大意 And I couldn't remember What it felt like When I could not walk down the street Without holding her hand She was the same woman I felt in love with Jack changed But somehow everything's Different But you lost something On the way 咱们看看原文 这个老黑人谈到爱情变成亲情 无奈的变化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描述的 他说 And I couldn't remember What it felt like When I could not walk down the street Without holding her hand 现在上了年纪了 回忆起当时这个感觉 回忆不起来了 我几乎无法记起当时怎么样一个感觉 什么时候呢 那个时候 如果我不拉着他的手的话 我就无法沿着大街走下去 注意这个地方用了个双重否定 Qui not是否定 Without也是否定 如果不拉着他手的话 就不能沿着大街走下去 双重否定 加强肯定语气 就是当时我们两个人初双入队 每次出门都是手牵着手 没有一次一个人挂单出去 没有 当时多么甜蜜 但现在那个感觉记不起来了 后面接着说 I mean she was the same woman I fell in love with She hadn't changed 我是说 我的老婆还是我当时爱上那个女人 她本身没有什么变化 她并没有变 但是怎么样 But someh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We lost something along the way 但是不知怎么搞的 每一件事感觉可能都不一样了 大家注意这个somehow 不知怎么搞的 出于未知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爱情慢慢慢慢就变质了 我们一路走来 好像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什么宝贵的东西呢 就是亲密无间的 这个亲密的感觉慢慢没有了 爱情慢慢死掉了 变成了亲情 这描述这个凯探 爱情不能长久 我们这回都看懂了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听一个 就好像听一个中国人在讲话 一个老年人在陈述爱情的变化 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然后我还没记得 我还没记得 我还没记得 什么我还没记得 但是 somehow everything's different We could last on the corner of the way 好 这是 somehow这个词汇 表示不知怎么搞的 出于未知的原因 它的构词法是some 后面加一个特殊疑问词 这种副词有好几个 咱们取语反三的一块记住 下面一个词也特别重要 就是有一些 有一点 一个重要的程度副词 由some跟what放在一块 中音一样还是在前面 我们大声音那边 somewhat 觉得有一些 有一点怎么怎么样 咱们看一些例子 he was somewhat angry 他有点饿了 注意就是副词 程度副词就是hangry 有点饿了 再比如说 he was somewhat embarrassed 他觉得有点尴尬 有些不好意思 有一点 再读一遍 somewhat 还有一个 some加特殊疑问是where 也是构成一个表示地点的副词 叫某处在某个地方 这个用的也多 我们大声再来遍 somewhere 注意中音 somewhere 它表示某地在某个地方 咱们看例子 i have lost my wallet somewhere around here 我说我在附近这一块 把我的钱包给丢了 你看我丢了钱包在哪个地方 somewhere around here 就是附近这一块 究竟哪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 反正是附近这一块 附近这一块 somewhere around here 这个搭配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omewhere around here 再来一遍 somewhere around here 总之是附近这一块 这我们表示 某地用somewhere这个词汇 注意这是some加特殊音词 构成的几个副词 我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